今年26歲的女優 常澤蘭被譽為AV界的灰姑娘 近是2019年擊敗眾多強勁對手 贏了Fanser成人獎最優秀女優賞 踏到AV生涯的頂峰 但她在2號晚到台灣參加Fans活動 竟然宣布重榜消息 宣布要即時退出AV界 尚澤蘭說原本想著25歲退休 但2019年社長男友因為Cancer過身 傷心的她原本想著就此引退 但剛好有疫情 見到日本經濟因此那麼低迷 尚澤蘭想著自己的作品還可以帶給大家位置 才決定繼續拍片 現在疫情解禁才決定放下女友的身份 被問到為何僅是台灣公布隱退消息 尚澤蘭表示台灣和日本對於AV的觀念不同 如果是日本宣布隱退消息 就不會受到太大關注 但台灣發表的話 媒體就會真相報道 都有助於她未來是台灣的工作發展 除此之外尚澤蘭被問到會不會再拍AV 她堅決表示以後就不會再拍成影片 除了她和新有才參與過的三上尤雅的隱退作 和兩部已經拍攝完成的作品 會陸續和大家見面 就不會刻意再拍隱退作 因為尚澤蘭在香港出生 所以她都準備後去台灣、香港或其他地方推出影視作品 繼續影視圈活躍 其實這樣看 如果尚澤蘭在香港發展 再和香港第一個AV女優宋海林合作 話題性肯定十足 不知道大家期不期待呢?